可能我就是天生比較容易捕捉到 那個笑得很開心的那一面 這就關係到我的第一本作品 那個《Strangers 陌生人》這本 我會開始拍這麼多女生 就是因為有一個女孩 就曾經喜歡的女孩 曾甜心 那他叫我幫他拍照片 之後我就開始踏上這個無間道 這樣子的輪迴裡面 長期以來處於我喜歡人家 人家不喜歡我的那種狀況 對 然後一直渴望被愛 但是又得不到那種感受 其實在我前30年的人生 都是處於這樣的狀態 只是在拍照的時候 我們兩個才有機會相處 所以這也是會讓我覺得很悲傷的一個原因之一 撇開拍照這件事情 最好我跟大家基本上是 我毫無交集關聯的一個對象 這麼開心 好啊哭啊 超好啊哭啊 哈哈哈哈 所以有一段時間我就對這樣的一個能力感到非常的 是不是一種詛咒 隱藏在校長背後就是巨大的悲傷 所以這個悲傷的還有這種寂寞 就是下一個作品 父親女孩最大的成因之一 大部分女生都是第一次見面 我們都是陌生人 所以 他跟我講的故事裡面的任何人都跟我無關 所以他可以很放心的跟我講 因為我個人不會認識到他們口中的那個男主角或是任何人 所以反而是對陌生人會比較容易去 清楚這些不能跟他們真正認識的人講的事情 應該說 聽他們講那些感情的故事的時候 我反而就是用學習的心態吧 等於說我會拍這個作品 某方面也是想要多了解女孩子到底在想什麼 第一個女朋友的確也是從拍酷氣女孩認識的 就是整個很像坐雲霄飛車 這個人生經驗非常特別 就是前30年沒有交過女朋友 然後突然就來了女生 然後就上船 然後就同居了 然後就交往了 而且是先上船再同居 然後先上船再交往 想說OK 怎麼回事這樣 放了感情進去之後 再又被狠狠的甩開 就會那個受傷的感覺就特別重 就真的是體會到原來那些女生會哭得那麼難過 是真的是 是真的可以哭到那麼難過 我是真的是追星刺動的難受 我也沒想過拍酷氣男孩到最後變成我 我就變成一個酷氣男孩那種感覺 其實人類會選擇一個動物當作一個寵物 其實也是因為不用擔心害怕受到傷害 因為這個人會傷害另外一個人 寵物是不會傷害那個人 對 而且我就覺得說因為是毫無保留的愛 所以就是主人本身也就是 就是以裸體的方式呈現 因為動物們都是用裸體來跟你相愛 所以就是平等的關係這樣 我發現女生比較願意在另外一個男生前面全裸欸 反而是男生不願意在另外一個男生全裸 都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人也是一開始可能有穿內褲拍到後面覺得說 就其實真的有內褲有人工的東西 你會覺得真的畫面這樣來說會比較 沒那麼好 那他們看一看就覺得說 嗯好那他也是要也是就是把內褲脫下來繼續拍這樣 當你使用攝影這個媒體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總有一天要面對失去這件事 而且你會感受更深刻 因為 你可能留下他的影像 但是他的人已經不在了 關係已經不在了 這個人已經消失了 某種程度上那種是一種執念嘛 好 你 你 你 感谢观看